嗨,大朋友们,小朋友们,你们好,我是爱豆绘本的燕子。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《999个青蛙兄弟》。 作者是日本的牟春妍,是由星星出版社出版。 小朋友们,你们都见过青蛙吧? 但你们见过999只青蛙一起出动吗? 瞧,蝌蚪哥哥和青蛙弟弟今天在水田捉迷藏的时候,遇到了一条可怕的蛇。 蝌蚪哥哥和青蛙弟弟们该怎么办呢? 他们能打败蛇吗? 快来一起看看这个有趣的故事吧。 春天来了,青蛙妈妈在水田里产下了999颗卵。 当田里的水开始变暖和的时候,小小的卵慢慢地变成了小蝌蚪,游来游去。 咦,有一颗卵,怎么没有动静呢? 这是最先出生的卵哥哥呀,到底怎么回事呢? 青蛙妈妈把卵放到耳边。 能听到轻轻的憨声? 哦,吓我一跳。 原来这个哥哥是个磕睡大王啊。 一个月过去了,哥哥仍然呼呼地睡着。 虽然他长大了一些,可是还是一个卵。 咦,我们都长出脚来了,可是哥哥怎么还没醒呢? 对呀,他要睡到什么时候呀? 弟弟们的手也长出来了,可哥哥还是呼呼地睡着。 妈妈终于忍不住了,过去叫他。 哎,睡够了没有啊,快起来了。 被妈妈这么一叫,哥哥才变成了蝌蚪。 哇哦,哥哥出来了,哥哥出来了。 哥哥,你真大呀。 有一天,天里来了一条蛇。 蛇最喜欢吃蝌蚪了。 呃,怎么没有蝌蚪呢? 要不,有小青蛙也行啊。 可是,这999个兄弟根本不知道蛇的可怕, 正在玩捉迷藏呢。 呃,轮到哥哥找我们啦。 已经变成青蛙的弟弟们藏了起来。 藏好了吗? 还没呢。 哥哥,你等一下。 藏好了吗? 嗯,藏好了。 好,小青蛙,小青蛙的颜色和河苗很像。 所以呀,躲在河苗附近的青蛙,藏得很隐蔽。 呃,在哪儿呢?在哪儿呢? 我马上就要找到你们了哟。 呃,在那边还是这边呢? 哥哥东找找,西找找。 突然,发现河苗刷刷刷地动了起来。 哦,我找到你们了,快出来吧。 哥哥游上前去。 哇哦,你看起来很好吃,我要吃掉你。 呃,呃,有蛇,弟弟弟弟,快来救救我。 弟弟们看到后,大声叫了起来。 不好了,哥哥快被吃掉了,快点去救哥哥呀,快点呀。 所有的青蛙都拽住了蛇的尾巴,使劲地往后拉。 拉住它,嘿哟,嘿哟。 哥哥,快跑。 就在这时,啪的一声,蛇的尾巴使劲往上一甩。 把所有的青蛙都甩上了天,掉进了池塘里。 蛇游得可快可快了。 嗯,看起来很好吃的磕岛,你等等我呀。 啊,哥哥拼命地逃,可眼看还是要被抓到了。 哥哥累得摇摇晃晃,这边摇摇,那边晃晃。 糟了,油不动了,我要被蛇吃掉了。 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,哇,好难受呀,救命啊。 蛇突然叫了起来。 哥哥回头一看,原来蛇在追它的过程中,把自己的身体打成了一个结。 哦,哥哥打赢了蛇。 哦,蛇被打成了一个结。 哈哈哈哈,万岁,万岁,哥哥好厉害呀。 大家都沉浸在战胜大蛇的狂欢中。 瞧这群小青蛙,它们把哥哥抬得很高,大家都仰头欢呼着。 而青蛙哥哥,自己也高兴得不得了。 瞧,它美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呢。 蛇,自从被哥哥打败之后呀,就再也没有来过这片田里了。 999个兄弟每天都开心地唱着青蛙之歌。 对了,在这段时间里呀,哥哥也很努力地变成了青蛙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 如果你喜欢,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。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,拜拜。 如果还想听什么有趣的故事,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哦。 别忘了点赞,分享和订阅。 谢谢,下周见。